- 字幕字幕- 字幕- - 字幕- - 字幕-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3號 首先 傳來這個接報 烏國的接報 話說這個12月18號時候 俄羅斯就由這個新卡霍夫卡撤離 我不知道算不算接報啦 好消息的就是 那幫壞神終於又走了 不好的就是 他們仍然會維持著遠程的攻擊 當然就是平民百姓啦 就是全世界來說 你說大規模這樣 我說名手啊 針對平民百姓攻擊的 就似乎只有普京啦 你習近平雖然 都起了那些職業訓練營 也都令幾百萬人受害 但是呢 他用的是一些1940年代的德國系統 也就是將那些人集中了呀 慢慢處理呀 這點反而他給普京有耐性喔 誒 這樣更糟糕 更加難纏 今回呀 普京也思想這個俱虎吞郎之計喔 那西方國家又會怎樣呢 有個眼下的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習近平指示著這個肥仔金 放了兩支東西出來的時候 那西方國家要進行反擊 到底是反擊肥仔金啦 還是反擊習近平呢 有沒有答案啊大家 那當然誰指使呀 就針對誰的啦 你覺得那幫人真是這麼聰明 很難說喔 可能還在研究環保問題的 就是這樣說啦 普京今回的撤離呀 有點像拿破崙當日 普京似乎在實施一個叫招討 那哪些人受害呢 他當日說啦 他當日說自己在頓巴斯地區 烏冬四周就很受支持的 結果 假若他們真是這麼支持這個普京的時候呢 今時今日就陰功了 可以說是 滿目倉儀呀 甚至乎不住得人 烏冬四周呢 沒有回幾十年搞不定 更重要的就是 就算扎蓮斯基成功這樣 拿回這個烏冬四周呀 他們都是大前方 就不是大後方 隨時都有機會被蒙古入侵的 就是普京 你也可以說求人得人的 因為烏冬四周裡面 也都有很多親俄分子 但是普京基本上就將那些 阿諾科維奇各樣 就當作炮灰的 這傢伙和習近平之間 可以說是 媽寶兄弟來的 結論都是那樣東西 從來如果你是特務出身的 就是走印來那些 毛澤東那些 搞游擊搞鬥爭的 你就千萬不要被這些人 就是這些鬥爭人士 就坐上這個國家元首的位置 如果不是呢 就絕對會是 不單止自己的國家 人家的國家都會身靈塗炭 話說普京呢 在21號的時候 就將俄烏的這場 他說特別軍事行動 他已經認同了 這個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 所有的聚責呀各樣呀 那些奸淫努略 他那些部隊犯下的事情 我引用回他說的話 他說這些是共同的悲劇 即不是他錯呀 要錯大家一起錯 那跟著呀 習近平的語句就飄揚過海了 包括什麼 這個是第三角政策的結果 即是外國勢力干預 責任不在俄方 即是他們是不是有一本playbook的呢 其實是鴻門兄弟來的 真是鴻門喔 紅色番茄炒蛋嘛 都是蘇維埃的後代 但是這裡呢 有一點我又覺得幾有趣的 他就說西方國家呢 是Western捱了 他用brainwashing這個字 一個前蘇聯國家 沒錯 即是烏國 就是由烏國開始著手 啊 打算扭轉這個俄羅斯的意識形態 類似東抗那些啦 什麼生存空間各樣 似乎蓬佩奧講的東西呢 就很相似的 問題是被動還是主動的 蓬佩奧當日說什麼呀 如果你不改變他們 他們將改變我們呀 那這裡普京的說法其實就是 就算你不改變他們 他們都認為你會改變他們 然後所以他會著手改變你們 所謂西方國家 brainwash了這個烏國 啊 即是令到烏國有自由民主的思想呀 開始沒有那麼親近這個俄羅斯呀 心恐這個俄羅斯 就不能夠平吞這個烏國呀 情況就有如習近平能不能夠平吞香港 台灣一樣呀 當平吞不了的時候呢 就說是西方國家外國勢力干預了 原來干預的意思是思想上的干預 所以他是進行了一場思想上的鬥爭 就將這場思想上的鬥爭 擺上世界的舞台上面 簡單說就是他得不到你的心 都要得到你的人 所以兩個共犯呢可以說 大家都是吸兄弟呀 強姦美水 嘩還要東江水上老呀 這裡普京就說了 多年以來 我們試圖 和烏國建立木倫的關係 你想控制他 即是內地給生意這個台灣做一樣 提供貸款和廉價能源 他認為自己廉價啦 他認為那些貸款啦 不用還的那些貸款 你這些東江水不用錢的 但是沒有臭效 臭效的意思是什麼呀 烏國沒有感恩戴德 沒有願意拼入這個俄羅斯 還要跟老酒 說完全是恩主心態 家婆心態來的這些 他的大俄羅斯帝國夢呀 就無乖乎 兩兄弟聲聲相識啦 又互相出賣呀 證明董卓和呂布 我這個比喻是十分之好的 大家都看中了刁纖 那至於會不會 鳳兒庭襲擊呢 那我不知道呀 但都像呀 兩個人好像 互為利用那樣的樣子 尤其是他後面那句 我就想起大時代這套劇啦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指責我們的 我們一直把烏國視為兄弟民族 我仍然敢認為的 現在發生的事情 是一場悲劇 是共同的 不是我們的錯 那是誰的錯呀 外部勢力挑動他兩兄弟關係呀 人家不想跟你做兄弟呀 大哥 你這個兄弟打家劫舍的呀 那沒有的 普京是KGB出身的這些人 都不知道以前受過什麼 刺激 革命有餘 自覺不足 大帝國主義 你一旦被做保安呀 做村島方子呀 那些系統的人 成為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城市的元首呢 就會出現普京這些這樣的事情 聽上去好像有些地方都有相似的經歷 是不是 陸續有來呀 另一單消息 在眾叛親尼之際呀 普京當然就要托大腳的啦 托誰的大腳呢 由這一點你可以見到 啊他很有需要的那種 這種是需要的格格 即是衰格 那話說 在19號時候表示呀 可能人家被閉門巾去吃呀 不是21號時候 為什麼突然這麼感慨 共同的悲劇呀 19號時候 他就表示 俄羅斯方面呢 是可以為白羅斯方面 另一個兄弟呀 這個兄弟聽話些 找笨呀給他 可以為白羅斯的飛行員進行培訓 等他呢 那些不講明的呀 他只是說 可以駕駛 有特殊彈頭的飛機 多厲害呀 那不用問阿貴 當然就是最終方案啦 Final Solution 也就是這個戰術 或者戰略 什麼都好 那個形式的核仔 所以 之前我就問大家一句啦 如果中國呀 習近平指示這個肥仔金 就投擇兩個核仔 哪裏都好啦 可能日本 可能南韓 可能美國 加州 這樣的時候 美國方面又會如何回應呢 莫非真是 刀對刀 槍對槍 即是結果反擊的是肥仔金 不會呀 人家已經歡樂滿東華了 即是當日 在這裡演練的時候 帶著李雪主和自己的女兒出來 變成家庭團聚的 哈哈 我想美國都熟知這種玩法的 肥仔金都不是認真的 那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普京都幾幽默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是盧卡申科 自己拿來衰的 有些 在8月時候 他見普京兄弟呀 焦頭爛爛這樣的款 所以 他就說已經準備就緒 就為飛機進行改裝 讓他可以攜帶特殊的彈頭 人家說一下的 而且 整件事會不會有趣了一點 你怎麼會向傳媒發公告才行 你這些東西當然是藏在造底做的 出其不意的時候 見到白羅斯的飛機出現 那就知道什麼事咯 那普京呢 大佬 你不要拿北約來講 你也是你 北約是北約 東斯效頻 他又講到這種合作的形式 不是他們發明的說 他們是誰 就是他和盧卡申科 他說例如 美國在幾十年以來 就一直跟北約的盟友 開展類似的活動 那北約的盟友就很多個 他都不知道誰 而他的好兄弟呢 只有一個 那個叫盧卡申科 大家都認識的 那盧卡申科 是自必然願意 讓他公佈這個消息的 原因很簡單 那就是持人下命令的 你有什麼事的時候 不關我事的 我機器來的 和出卓做屎對這條狗 他之後我搖水就搖水 懂不懂聽 所以他是歡迎這個公告的 至於普京就不如有責 他可能覺得這個 盧卡申科 都是算給面子的 就這樣的 極權者想的很簡單 兩者可以說是國懷鬼胎 而普京的如意算盤 當然就是 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這是盧卡申科的事 那你是不是都要想想 在俄羅斯那裏發生的 我並沒有按那個按鈕 是盧卡申科按那個按鈕 那冤有頭債有主 你要搞的時候 不是都應該搞這個盧卡申科 那很多人就會彈一句出來 你當別人是盧卡的嗎 我不是說盧卡申科 我是指阿登登登登他們 林排除 普京老海裡面真的這樣認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呢 我都有少少這樣的懷疑 所以你又不怪得了普京 他這樣想的 因為一直看你那班人都是這樣的 那樣的 那咯 俗語有魂了 先發制人 後發制於人 人家正在訓練的了 講了你聽的了 那今時今日怎樣 嗯 特殊彈頭這些東西 沒有那麼環保的 給個太陽能發電機你 試圖用太陽能輔助投放 可能會好一點的 啊 你和西方班人玩不出 那樣就好看喔 我想看這些 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裡